在今年2月份我录了一个日本红线的这个流程攻略 之后总是有人来问我这个德国保读帝国关东岭怎么办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因为在旧版本德国是不会保读帝国关东岭的 就是新版本新加的 我当时就直接把这个德国连带着一块干了 但是对于很多新手玩家来说 这个德国是很难逾越的一座大山 最近正好我在总结一些新手必须掌握的这个技巧的时候 总结到内战这一块 那就给大家单独拿出来讲一下这个日共内战 我们怎么规避这个德国保读帝国关东岭 我们国策还是正常速度点 直接点到这个孤注一掷即可 只有四个国策也就是280天 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个最常用的内战必胜方法 就是找援军 所谓的找援军就是我们开局直接宣战一个临近的大国 然后他会直接对我们进攻 这时候如果我们爆发内战的话 他将会进攻我们的对手 因为我们是新组建的这个政府 他们的对手仍然是上一个旧政府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多打一了 就非常容易了 也可以说是接刀杀人吧 反正遇人小而宣的战 关我德天求一什么事 在我们的北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但是我们开局并不能正当化他 因为他是有这个阵营的 如果我们一旦正当化他让他进入战争 到时候我们的对手会立刻加入这个轴心国 这样我们又不得不去把这个德国给灭掉了 就非常麻烦 如果我们向左边看的话 会看到这个校长 但是校长我们是正当化不了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自带的限制 如果不在规则里面改是没办法正当化的 所以我们只能正当化我们右边这一家大国 就是这个美国 但是这个美国 我们直接正当化他造成的这个热度太高了 我承受不起这个热度 所以我们直接正当化下面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也是美国的一个小弟 正当化他等于正当化美国 但是并不会造成过多的热度 所以我们开局存够40点正这点之后 立刻正当化菲律宾 这边再给大家讲日攻的第二个技巧 就是傀儡国的部队是可以要过来的 在老版本 我们是可以直接要过来打他们自己的 但是现在改过了 所以不能打他们自己 但是我们可以要过来直接给他流放了 直接给他放到一个 方岛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又少了一部分阻力 这边再给大家讲第三个点 就是我们开局要把所有部队训练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能在前期凑到 五点陆军经验 这样我们可以改一个 一个营的编制出来 大部分内战是在内战开始的时候会分兵的 如果我们把我们主力师全变成这个一个营的部队 这样的话分给对手的师也是一个营的部队 这样做 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转换编制 立刻变出大量 没有经验 但是有装备的部队 而AI他并不会转换这个一个营的编制 所以我们直接就开局领先十几个师 在创建这个一营师的时候 我们最好弄成一炮师 如果是那种防空炮我们没有的话 部队可能会原地消失 所以最好弄成一炮师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编制给删掉的话 我们的对手也不会有这些编制 只不过他会有一个固定的三部师 所以我们删了也等于没删 因为他还是会造那些三部式的 然后就是开战前的装备存储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装备存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们直接把所有飞机全都解散点 这个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是可以解散的 但是这边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可以把我们的库存 直接全部存给这个西班牙 只需要点一下我们这些多的枪 然后点一次性再点一下这个仓库这个型号的图标 就可以把所有装备一起租给他了 我们对费律宾正当挖好之后 直接宣战就行了 然后再把我们的小弟一起拉上 这样把他们拖下水 虽然他们没有这个部队 但是都要能被我们拖下水 目前我们境内全是这种 一炮师 就是完全没有装备 没有组织度的 他这个目前有一点组织度 是因为我之前的这个人员 他们的枪还没有退完 这边有个小细节 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开这个总动员的 因为日本的战争支持度是足够开的 我们直接让这个孤注一掷走完 然后会瞬间开始内战 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出来 这个大清还在和美国打 我们为了快速恢复刚才的兵力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一炮师再转回去 转成我们的步兵师 然后再找我们的仓库 找这个西班牙 把这个枪给提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多的枪并不会分给这个对手 如果胆子大也可以用 之前我们要到这些指挥权的部队 但是不知道AI什么时候会把它收回去 我们想打赢日共内战 只要快速拿下这个东京就行了 这边就没什么需要讲的操作了 唯一一点就是 如果你比较心疼自己的船的话 可以快速打完这个内战 因为如果我们慢一点 我们的船就会全被这个美国人吃掉 因为目前这个日本正在和美国打 奔给他的船 他不会操控 他可能很快被这个美国给吃掉 我们因为这个一炮师转换的缘故 所以现在手上有56个师 我们直接往这个东京冲就可以了 这个很快就把它给击退了 因为他都是一炮师 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我们踩下东京之后这个内战就结束了 然后法西斯残步逃亡满洲 然后这边就变成帝国关东岭了 但是他因为正在和美国交战 所以是没办法被这个德国保毒了 我们直接收复核心领土即可 只要90天 我们就可以立刻在宣战这个帝国关东岭 这个总动员如果之前不点的话 我们打赢内战之后就点不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尽早的点 我们内战之后稳定度会掉成0% 之后点这个再掉运动可以无限增长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啊 利用他这个小于50%稳定的设定 一直浪费我们的稳定度 让他一直涨的超过不了50% 我们就可以一直吃这个buff 这个皇祖国是从来不留的 因为我们这个稳定度待会总会涨上来 所以完全不需要 我们在90天之后增长化好了这个帝国关东岭 我们就可以直接宣战 然后直接登陆即可 我们现在是完全能抢到这个之海的 因为这个海里面有美国人的舰队 基本上是把这个帝国关东岭舰队给吃完了 所以我们是能立刻登陆的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开一下这个 全途看一眼 这个帝国关东岭基本上没几个部队啊 而且他的部队都是这种一炮吃啊 就是我们之前做给他的这个编制啊 恶心他用的 所以他家里面是没有部队的状态 我们过去就相当于直接赢了 这就是这个日共快速打完内战的方法 非常的简单 我们打完之后可以傀儡一小块地 然后把这个我们原来日本的船给吃回来 这样我们又恢复了这个联合舰队了 我们这边可以切到这个德国视角来看啊 为什么不能保毒 是因为这个帝国关东岭他处于战争中啊 我们相当于卡了一个机制让他没办法保毒吧 正常德国都是会保毒这个帝国关东岭的 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我们如果提前宣战这个帝国关东岭 德国也来不及保毒 只不过我这个借刀杀人的这个招数啊 非常的稳定 让他稳定保毒不了 好这个就是新手必须掌握的这个内战小技巧啊 我后面可能还会再出一次 今天先拿这个日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还有不同的内战方法 所以我下次会拿这个苏联来实践 新版本的苏联改了一下这个内战机制啊 他给这个斯大林刷固定的部队 所以我们这个招数有的时候可能用不上了 得用一些新的招数